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随着夏季的到来 现在是时候好好处理多余的体重了 但在开始减重之前 我们应该先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种肥胖类型 很多人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努力减肥 特别是产后的妈妈们 看着自己的肚子和大腿怎么也瘦不下来 真的感到非常沮丧 其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可能就是腰疼比例失调和局部肥胖 有时还会出现水肿的情况 这些困扰妈妈们很久了 除了要认真开始运动 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种肥胖类型 最棘手的肥胖问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是腹部肥胖 然而,男性腹部肥胖主要是由于内脏脂肪过多 而女性则主要归于皮下脂肪堆积 更糟糕的是 女性还可能在大腿和臀部集中堆积脂肪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半身看起来很纤细 但下半身看起来比较胖的原因 年龄,习惯含饮食是影响减重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30岁之后 新陈代谢能力就会逐渐下降 肌肉组织每年1,2-3%的速度缓慢流失 同时脂肪含量也会逐渐增加 这一味遮及时我们的饮食没有像以前那样多 身体的外观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了 如果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 缺乏运动和高脂肪饮食 这些因素更是导致身体肥胖的元凶 想要减重,方法很重要 有时候妈妈们并不是真的很胖 只是体内有太多多余的水分 只要去除多余的水分 也许就能减重 然而,根据体内水分 肌肉和脂肪在体重比例上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身体的肥胖分为水肿型肥胖 人脂肪型肥胖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属于哪一种类型 水肿型肥胖 长期饮食不均衡或偏好重口味食物 会导致体内盐分过多 水分代谢缓慢 水肿多集中在腰臀和下半身 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是用手指按压皮肤 如果按下去后留下白色印痕 且皮肤不能立即恢复凹陷 这就是水肿 瘦身的关键是减少盐分摄取 搭配正确的饮食计划 脂肪型肥胖 如果水肿持续存在就会堆积成脂肪 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去除 明显的外观特征是小腹突出和手臂上的脂肪 建议选择能够燃烧脂肪的正确的饮食计划与素生运动 以减少脂肪的大小和数量 从而消除体内的脂肪堆积 减重时 建议先以控制饮食 在减致你满意的体重后 再进行运动来塑造身体曲线 如果没有控制饮食 可能会误判运动消耗的热量 导致吃下肚的比消耗的还要多 是体重不减反增 对于瘦身而言 饮食计划后再运动健身是最有效的 因此运动加上饮食控制 不只可以让运动后修复变得更好 身材进步也会更明显 健身教练普遍认为 运动健身是塑造身体曲线的必要途径 基本上身体肌肉组织越多 就越能消耗多余的热量 这是因为肌肉组织在基础代谢率中 占有38%的份额 而肌肉组织燃烧脂肪的速度 是脂肪组织的7倍 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增加肌肉组织 就能够减少体内脂肪的堆积 同时提高新陈代谢率 使用设备是锻炼身体大肌肉群的最佳方式 可以从单一位置和固定轨道的重复运动开始 这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适合 此外就全身肌肉分布而言 下半身和核心肌群是最重要的部位 我们有7层的肌肉都集中在下半身 只要这个部位得到锻炼 其他地方就相对容易处理 至于手臂线条 相对来说较容易达到 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锻炼腹部肌肉 中上所处 了解自己的肥胖类型 以及相应的减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运动健身是减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肌肉组织 提高代谢率并减少体脂肪的堆积 在减重的过程中 建议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并结合均衡的饮食计划 以达到健康减重的效果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